我動畫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元素 去做動畫 很簡單 我覺得也非常有趣 常常會忘了自我 然後就只投入在裡面 小心移動 係有主角髮型 眼珠視線的方向 他是動畫師呂文中 一進入工作狀態 光是專注的眼神 就已經顯現出他的態度 應該是說你的手工 一定要很細 因為你在每次做一個 挑戰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如果犯了一個錯誤 你不小心 譬如說我在擦撞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這一個 那我就全部要重來 進到呂文中 位在桃園機場旁的動畫工作室 很容易能感染他 對動畫的熱情 從小學畫畫的他 本來在台灣做平面設計 接case 但因為作品壽命短 沒有靈魂 選擇到美國重新開始 學動畫 我覺得是一個很偶然 因為剛好人生 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做的 這份新的工作 或是人生這個目標 這樣的工作 我希望這個東西 它的藝術生命 這個可以很長很長 它在十年二十年 都還是有人再繼續看這部影片 第一部動畫作品 《鞋子》入圍美國學生奧斯卡 決選名單 2008年畢業作《番茄醬》 拿下英國獨立製片影展 以及台北電影節最佳動畫影片 擅長調性神秘的哥德式風格 和精細的場景服裝 讓旅文中在各大影展展露頭角 但就在回台發展 前途備受看好的同時 遇上了人生最大困境 另外一場噩夢就來臨 就是知道航空城的事件 然後我們家被診熟 每天都處在那種恐懼 然後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變成要實現這個動畫夢 就有點困難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我在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那只有往前走 你才會知道說人生其實有很多美好 就像劇中這個小朋友 他遇到父母情傷亡 然後遇到一個老人救他 然後後來他怎麼克服困難 然後勝去拯救整個世界 那其實在這也在反映我自己的人生 在這段期間 沒有想過在求學時期發想的故事 與自己的人生遭遇如此雷同 不過旅文中不輕言放棄 將悲傷化作向前走的動力 挑戰富有3D視覺效果的偶動畫長片 進攻小子每一個細節角度都得小心翼翼 以免產生左右眼視察效果 預計90分鐘的片長 以1秒要播放24格照片來算 必須拍攝777萬張照片 我們現在就是裡面它的骨架的話 是球關節 然後都是 像這個裡面的話 是我們請國外的一些師傅幫我們做的 那我們自己現在有研發一些 我請台灣的一些精工師傅幫我們扯 那有很多零件 一塊塊純手工的微小零件 與一張張不同表情的翻模面具 都是希望戲友們能被賦予生命 表達出更多情緒 旅文中在網路上募款找夥伴 夢想的形狀樂趣完整 我也知道說過程會非常的辛苦 那因為台灣處在一個 動畫這個市場 處在一個非常低迷的狀況 所以我是希望說 其他的一些夥伴能夠加入 比如說一些其他公司的加入 如果大家能夠團結一點 然後呢或許我的影片成功了 那一起參與的人 他們就有能力再做下一步 搬著寫滿筆記的動畫腳本 和美國同窗繪製的兒童讀本原稿 旅文中堅信 夢想就在不遠處